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来自诗篇23篇 通常被称为牧羊人诗篇 所有诗篇中最受喜爱的诗篇 人们喜欢它是有充分理由的 它讲述了绿色的牧场 禁止了水和恢复的灵魂 但更重要的是 它谈到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牧羊人 它全神贯注于我们的照顾和喂养 它向我们保证 无论是现在还是永远 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慈爱的同在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作为一首歌起源于宗教改革 当时马丁路德·贾尔文 尤其是贾尔文 强调唱诗篇 贾尔文建议 我们找不到比圣灵所吩咐的大卫诗篇更好的诗歌 也更符合目的的了 此外 当我们唱这些歌时 我们确信上帝把这些放在我们嘴里 就好像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歌唱 以高举他的荣耀一样 在玛丽一世女王1553至1558年统治期间 大量新教徒逃往欧洲 也逃避迫害 在那里 在路德和贾尔文的影响下 他们开始唱诗篇 当玛丽去世 以莎白一世登上王位时 他们带着诗篇取调 回到了英格兰 1562年 出版了一本 《公志诗集》 标题为 《大卫的义》和五篇诗篇 其中一些是由托马斯·斯德恩霍尔德翻译的 他在出版前就去世了 在1640年代 英国清教徒 弗朗西斯·劳斯 将所有150篇诗篇翻译成公志英语 在1640年代后期 一群学者聚集在一起 目的是开发一个忠实的 权威的 有度量的诗篇翻译 苏格兰教会出版了他们的作品 1650年的苏格兰诗篇 成为诗篇公志翻译的黄金标准 源自苏格兰诗篇的文本 使今天最常用于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文本 这首诗篇 使用了几首曲子 这首欢迎的是 克里蒙德 由杰西西默欧文 于1870年或1871年创作 以他居住的村庄命名 威廉·加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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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年至1853年创作的贝尔蒙特 是这首诗篇中使用的另一首曲子 由詹姆斯·艾尔·麦克白 创作的贝尔·加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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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命的早苏心 为这知己的命 是否创作的贝尔·加德纳 我照海里长 你感到安慰我 因你与我同在 在地面前你有为我 白色美好演细 你拥有高高的痛 使我何复被满意 若徒恩惠我祖持爱 一生一世不离 你我必居住在祖典中 直到永远远 我必居住在祖典中 直到永远远 我必居住在祖典中 直到永远远远 我必居住在祖典中 直到永远远